我本身是个软体工程师 然后我有在经营电商 那除此之外呢 我也不放过任何的创业机会 然后我也会去扩展我的人脉 然后做投资理财 任何可以增加我收入的机会 我都不会放过它 我努力工作追求财富的目的 其实就是希望呢 可以拿回我时间跟工作上的自主权 在保有兴趣以及工作的前提之下 也不会失去我原本喜欢的生活模式 我基本上非常深信 投资理财可以达到我的目的 但是因为我现在呢 工作真的是太忙了 分身乏术 所以呢我还是没有时间去 研究股票市场或者是金融商品 但我还是会持续的做定期定耳的投资 来增加我的收入 我非常的热爱工作 但我也是一样不希望失去我的生活品质 所以呢我希望透过多元的工作方式 以及定期定耳的投资 来达到我稳定而且满意的收入 这样呢在未来我就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去做我非常热爱的那些事情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应享誉公开说明书 或投资人须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